42,000多,也就是說呢 他是以19001月1號為基準 之後越來越增加嘛,所以你要加減的話 實際上是跟什麼呢,跟不一樣日期相加減 會產生一個數字 OK 所以數字的地方的話 我們這個地方就會,比如2008年這個就是39,000多了 那當然只會越來越多,不會越來越少 OK 好了,之後的話呢,我們來看一下 1905,那這邊的話有42,000多按確定 可是我今天呢,我要扣掉,比如說我要跟哪一天相比呢 減掉今天日期,那今天日期的話其實就有一個函數 所以請你第2次使用函數要插入函數 找到最近有使用過的,或者其他函數裡面 這邊有個叫today 今天,今天其實today的話呢 就會自動產生今天日期 today,他不需要加任何的參數按確定就好了 OK好了,都按確定 那也就是說呢,我把 這個 這一天 2016的這一天,減掉今天 那理論上應該要產生一個什麼呢 產生一個數字 可是你會發現你減完之後,它會是一個什麼 它會是一個日期 為什麼呢? 其實按右鍵 儲存個內容看一下 因為儲存個內容裡面呢 預設就會把它當日期來處理 所以請你把它改為通用格式就好了 按一個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各位可以看到 就會出現一個數字 這個數字就是 距離 這個 巴西的那個奧運的天數 總共相差多少 一千兩百一十四天 那如果說呢,你這個日期 明天你把它存檔之後 明天再把它打開來的話 應該就會再少一天 為什麼?因為它會根據什麼? 根據我們的 系統時間 所以你系統時間很簡單 你這個系統直接按 底下按右 這個點兩下之後 假設說我今天 改到明天好了 按套用看看 套用之後 它沒更新 再打勾一下 有沒有 就是你要進去讓它 有沒有 點兩下之後 進到裡面 再把它打勾一下 讓這個 這一個 函數呢 重整一下 它的日期就更新了 有沒有 又少一天了 對不對 然後 然後這個地方 一樣 反正應該知道 把它套用一下 我日期改了之後 再到這邊呢 再把它打勾一下 又少一天 所以每天每天 就會不一樣的更新 那當然有人 這個 會算到什麼 10分秒 不過我們 先不要做那麼細 請各位先試試看 做Date 這個這個減